11月27日,记者从山西省科技厅获悉,针对燃料电池领域,日前太原钢铁有限公司首次开发出超级超纯铁塑体TFC-22X连接体材料并实现了批量供货,填补了国内空白,解决了燃料电池行业关键战略材料卡脖子问题。 由于我国燃料电池行业起步较晚,目前仍处于初步探索阶段,产业化发展仍存在很多期待解决的问题。 燃料电池电堆连接体材料是其中最为关键的战略材料,为解决关键战略材料卡脖子难题。 研发团队突破了特殊元素含量精确控制的关键技术瓶颈,解决高特殊不锈钢的冶金难题。 同时还开发了一系列针对韧性控制的变形制度,加热和冷却技术,实现了高个铁塑体不锈钢的稳定生产,解决了系列产品热处理及酸洗的技术难题。 确保产品性能和表面质量得到稳定控制。 5月29日